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中佩军昨日在脸书发文金报 曾遭政治评论家朱学恒于2022年时曾借酒意强吻自己 还呛瞎说,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 中佩军在过程中虽然拼命闪躲 但朱学恒竟再次强吻,让中佩军难以忍受 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马上站起身说要走了 事发后,朱学恒在手机留下的切结书称 对当事人中佩军为当日之错误行为道歉 日后也将尽一切可能远离当事人中佩军及其亲属 避免造成任何骚扰 中佩军强调,朱学恒毁气切结书承诺 日后也将尽一切可能远离当事人中佩军及其亲属 大谈特谈性骚议题,赚通告费,赚流量 让我反复坠入我努力想要爬离的深渊 让我对毫不知情的节目单位,民众非常抱歉 中佩军爆料性骚扰事件后,朱学恒第一时间在脸书发文道歉 我的确犯错,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 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 没想到不久后他突然删文,并发布第二版本的道歉文 我的确犯错,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 在此向中佩军议员和所有社会大众道歉 网友比较两个版本的道歉文后,发现朱学恒第一版是向 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让不少人质疑 是否如同中佩军所言,受害者不值一人 有网友说,请问所有是几个,除了中佩军还有谁要道歉 要不要一次全部讲清楚说明白,要改几次,朱学恒为何会让人了长达一年 为透露只字片语的中佩军自报此事,从切结书中看出朱违背两件事 让朱不满他,背弃承诺,大赚通告费,连网友都看不下去 纷纷灌爆珠的脸书,痛批他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也痛批他道歉还分两版本,要不要一次说清楚 承认我虽然没有任何的记忆 我虽然说我是喝到断片 那但是我也愿意道歉 那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的喝醉之后断片的行为 我自己没有记得,没有认真的考虑 或是没有知道自己的酒量 那这个就是我喝酒的问题,是我的错 我没有说任何的借口,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后续有任何的状况都是我要承担 那我们这样子就得跟大家讲说 这个就是我的错啊 那后续有任何的问题 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然后各位应该暂时没有办法 就不会再看到我 坦白讲你会看到我这几天 都有尽量避免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这个没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 好,那我没有说自己有什么值得鼓励 或是正确的行为 所以这个中沛军议员的指控 或者是对我的不满 我非常能够理解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状况 很遗憾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 那我们自己会承担起相关的责任 那我自己也会做相对的致数 我在这边对中沛军议员和对他造成的困扰 严格致歉 那如果他愿意提出这个相关的法律要求的话 我也会尽量配合 都是我的问题 那对方原不原谅我可能没办法奢求 但是我一定得要面对 我不会否认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坦白讲 我是真的喝到钻片 但这不是发生问题的这个理由 所以就是我的错 就是我的错 好,今天直播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不要造成大家更多的困扰 刚刚我的办公室接到了这位住警来电 他告诉我们 他被迫要提告 你今天你已经确定是被惩署的人了 你的延迟性骚扰是确定的 你居然还敢来电到议员办公室 要试图来告知我们不要进行记者会 试图来告知要做提告的动作 对加害人二次的伤害 他会很提醒很关心的说 早安你记得吃早餐哦 我关心你 爱你 吻你 女方已经告知他说 今天我先生在我上班的时候 你传这一封不得体的简讯给我 被他看到了 并引起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争执 希望你能够体谅并自重 谢谢 女方受到骚扰 还要这么客气地跟对方说谢谢 为什么 对方表现出 即便是朱卫锦也位高权重 导致他们心生畏惧 也不敢得罪 只能用这么委婉的方式拒绝他 整个事件中没有人给我们一丝的关怀 只有不断地质疑我们的出发条 甚至 在办公室内我们两位女孩子都很恐惧 想要请蒋万事长 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刚刚我的办公室 接到了这位住警来电 他告诉我们 他被迫要提告 我开宗明义就先讲这件事情 你今天你已经确定是被惩处的人了 你的延迟性骚扰是确定的 你居然还敢来电到议员办公室 要试图来告知我们不要进行记者会 试图来告知要做提告的动作 对加害人二次的伤害 我予以谴责 我开头我就先讲这件事 因为就在刚刚发生的 好 现在我要来跟大家陈述 这个过程当中 相信大家也有看到 我们有提及 他是有言辞的性骚扰 也有针对肢体的性骚扰 可是这个肢体的性骚扰 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女方是被可能在这个房间里面 诸位警的房间里面 所以当时这个调查委员要求 被害人要拿出证据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拿出证据 就只有他跟这些女孩子 两个人 所以当时结论是 延迟性骚扰成立 行为性骚扰不成立 那我现在就先让大家来看一下 什么是延迟性骚扰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加害人 跟我们的被害人 他们的那个对话 因为长达的时间很长 也不是只有一个女孩子 所以呢 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这个诸位警呢 都是以一个 他是哦 这里很资深 然后有这个局处的长官 甚至提到是处长 有当他的靠山 他是工会的代表 所以呢 他一开始呢 就这个被害人的转述 都会说他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可以来跟我说 我就像个大哥一样 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很多的疑难杂症 就是从这样开始 博得这些女性受害人的信任 然后进而呢 进一步跟他会多聊一点东西 结果一旦进到了房间 就被害人的转述 就开始会有卡来出来 摸手摸脚甚至摸臀 甚至我还听到曾经有摸胸的这样的程度 我都觉得非常的离谱 那我现在先让大家看一下 简讯的一个过程 他就是会用这种方式 常常传一些长辈图 然后早安晚安 这个一般我们传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会很提醒 很关心的说 早安你记得吃早餐哦 我关心你 爱你 闻你 各自有家世的人 是不是追求我们不讨论 但是下面女方已经告知他说 今天我先生在我上班的时候 你传这一封不得体的简讯给我 被他看到了 并引起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争执 他执意我封锁你 我也已经跟你明白的说 很多次我对你只是同事间尊重的情谊 我不想要再衍生其他的问题来造成我家庭上的困扰 也希望你能够体谅并自重 谢谢 女方受到骚扰还要这么客气的跟对方说谢谢 为什么 对方表现出啊 即便是朱卫锦也位高权重 导致他们心生畏惧 也不敢得罪 只能用这么委婉的方式拒绝他 我们是公园处一群女性同仁 今天我们勇敢的站出来 指控在工作环境中 遭受丁信朱卫锦 长期以来的性骚扰 但是我们举报的时候 公园处主命处长 举相关长官的处理态度 却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心寒 事发以后 整个公园处全力的偏袒这位家海人 我们所说的论述全部都被打压 甚至在最重要的性评会中 郭主密看见我们 请律师来竟然当场 顿逃不参与会议 整个事件中没有人给我们一丝的关怀 只有不断的质疑我们的出发点 甚至 与待威胁的告诉我们 告诉支持我们的同仁 不要再找议员申诉了 议员他都很熟 再找顶多就是选民服务而已 最令人心痛的是 心骚扰成立以后 这位主密竟然假借座谈会的名义 去技巧性的告诉家海人 你们这个单位有性骚扰案 导致两天后 家海人把我们两位被害人 反锁在办公室内 我们两位女孩子都很恐惧 当我们在会中跟长官说明 这个情况的时候 长官却说 你们可以从地下室出去啊 但是地下室黑漆漆的 分光微弱 还有积水 那又说你们两位可以把铁门 抬起来啊 事发以后 我们请求议员将 丁诸位警离调离办公室 深恐我们人身安全遭受危害 但是这位主密却洋风应为 虚应叫办 只要求这位主委 上下班到南港去打卡 其他工作休息时间 还是可以在原单位办公室 这叫什么调理啊 这段时间 我们所遭受到不平等的怼答和羞辱 也间接造成 其中一位被害人分而离职 今天我们勇敢地站出来 只是想要请蒋万安市长 换给我们一个公道 新少老犯固然可恶 可是包庇 包庇他即颠倒是非的处长 主密 更加不可饶恕 不想有再下一位有受害者 恳请市长调查真相 还我们公道 首先我要再次的强调 我们绝对不允许官官相护 也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 我们对于性骚扰 绝对是零容忍 也严厉地谴责相关的言论和行为 所以我也要求 包括公务局 包括人事处 主动积极地介入了解 而且一定要查明真相 不往不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